大家好,今天做一個炸菜雞絲 這個其實你當作送食就行 平時你把它放在雪櫃裡 用來錄麵、做早餐、煮湯粉都可以的 這個做法是相當簡單 接下來就講講材料 有一件急凍雞扒 融了雪之後再切成絲 我醃了 因為盡量想調片短一點 所以我醃過過程裡面 我都是用一茶匙的粟粉 半茶匙的糖 加了少許的胡椒粉 加了少許的花椒粉 接著就是一湯匙的豉油 一茶匙的粟粉 三分一茶匙的柚葉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 接著就把油封在上面 然後這個炸菜就有100g 100g 這些就不是異性的即食炸菜了 就是買回來自己切絲 我浸了十幾二十分鐘 接著就去了水瓶乾去 那種的 這裏就蒜蓉 蒜蓉大概一湯匙的份量 接著再加冬菇 這裡有一隻切片 其實冬菇糯米沒有所謂的 因為剛好我煮另一隻蒜蓉的時候 有冬菇蒸 不是蒸的 我只會抽一隻出來 放進去 令到口感就比較豐富一點 那馬上我煮的了 這個菜的時間是相當短的 裡面我加入了兩湯匙的油 現在用了中大火 熱了之後 先把雞絲放進去 先把雞絲放進去 因為雞絲很快熟 再放進去 拿到雞絲不睬 然後把它放進去 一起,再煮幾點 再煮幾秒 不用分開 再把雞絲放進去 在這時間把雞絲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再煮 出來 然後 1分钟了,现在可以转转了 转转后,煎到1分钟 2分钟就可以搅拌 煎到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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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 炒大約2分鐘 蜜色深淺是很個人的 可以加少許魯秋的調色 加上芋樂油汁 加入黑色醬汁 加入蒜味 炸了多鹹,加一茶匙的糖,中油 一定要自己试,炸了多鹹,每次都不太大 炸一炸,煮一炸 炸一炸,炸一炸 炸一炸 炸一炸 炸装,再加一炸 炒好了,炸臉 ,烤通粉 炸臭麵 炸鱼丝 完成了我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朋友就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share我的影片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